而疫苗採購的爭議也是持續的發酵 國民黨團就點名衛福部長薛瑞源 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晶 去年曾涉及勸退工商界採購疫苗 薛瑞源今天親自回籍 強調從未針對疫苗進口儀式 經過工商協進會的任何人 沈榮晶也表示說不會阻擋 產業界還有企業來買疫苗 年底首都選戰聚焦疫苗採購爭議 國民黨團依早召開記者會 秀出當時的聯絡記錄 點名衛福部長薛瑞源 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晶 去年曾涉及勸退工商界採購疫苗 6月19號工商協進會的理事長林伯峰 就接到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晶的電話 告訴林伯峰 不要為工商協進會找麻煩 不要為政府找麻煩 不是這樣說 他是說國家已經有在安排準備了 林伯峰表示由於工商界缺乏管道 才找上國民黨委員幫忙購買 BNT疫苗 以還原通話內容 但不願指明和誰通過電話 面對藍營指控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晶 以及衛福部長薛瑞源紛紛親上 獲獻說明 工商協進會不管是李市長還是他的秘書長 我都沒有見過他一面 一直做夢一直有故事出來 那就是要我們去做面對回應 老實講是蠻累的一件事情 我不會去阻擋我們這些產業界 企業界去買疫苗 產業界都是我的好朋友老朋友 那在疫情期間如果有什麼困難 我們都會提供協助 沈榮晶強調當時 新冠疫苗才剛開發出來 是緊急授權的藥物 原廠只會提供給政府使用 因為政府可以擔保 所以不是小買就可以買得到 行政院表示去年許多民間單位 都表達購買疫苗的意願 工商協進會是其中之一 且有遞件申請 但因為未補齊原廠技術文件 無法授權 絕無任何阻擋情緒 記者黃派王新中 王德馨 泰國報導